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长老将相继 有兴趣的朋友 稍稍二维码了解一下 好 社会众生相 来跟他分享一下 这是董三年先生的一篇文章 我就把它归纳一下 加了一个前置词 叫社会众生相 脸都不要了 他还要什么呢 董三年呢 首先这篇文章行文 引用了老舍 创作的茶馆 茶馆的第一幕 我在北京人力剧场 看过现场的 真的是很精湛的一个演出 老舍 在第一幕 他是这么写的 在这里 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 民国初年 荒唐的新闻 无非是异响的蜘蛛成精 招了一批 的奇闻怪谈 但是呢 二十一指的 今天的中国的荒唐 这是真真切切 发生在我们身边 以前不是听过一个小话 在内蒙古 九十年代 有一个南方人 出差到 富哈欧特还是哪里 还是包头 吃饺子 沾醋 旁边的派出所 还是公安局的副机长看到 你怎么不沾酱油呢 我们那边没有这个习惯 好了 吃饺子 没有沾酱油 遗书判刑进入监狱 这是发生在内蒙古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南方人到内蒙古来谈生意 在吃饭的时候 吃饺子 没有沾酱油 邻桌几个人 刚好是当地的狱警 监狱里面的狱警 他们正在给准备升职的狱长 这个领导庆祝 这个时候这个领导人呢 借着九亿 跟南方人发生冲突 这个领导就以对方吃饺子 不沾酱油为流 把他抓了起来 关了好一阵时间 冤暗了 这不是个冷笑话 这是个事实 而且是真正的事实 这个虽然年代久远 没有办法查证 他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但这样一个故事 背后实际上在讽刺 体制内的某些人 想发方唐 或者做的事也方唐 否则某些人 动不动就上纲上线 用手中的权力 尽可能就围栏老百姓 赤意妄为 这是另外一种 恶劣的低端的权力寻诸 本来我们讲笑话 笑笑就过去了 但是没曾想 二十一世纪这样的荒唐 也还是发生 比如说最近一个新闻 北方某地有一家包子铺 不是庆丰包子 包子铺卖豆腐脑 被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罚款一万五千元 没收违法所得七千零一十四元 就因为包子铺没有 专门卖包子 而卖了豆腐脑 花了这么多钱 当地的这个有关部门的 罚款理由很简单 他们认为这家包子铺 违反了网络食品安全 违法行为查处办法 和网络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简单的说 你包子铺只能卖包子 没有卖豆腐脑的脂质 超出你的营业范围 经营热食 经营其他的食品 你只能卖包子铺 你不能卖豆腐脑 你卖豆腐脑是违法 而且有法律一级 我们说这个脂质 平时没有什么地方 拿出来抖落 显摆 但这个脂质是个好东西 在任何需要的场合 随时可以拿出来用 你的餐饮店卖拍黄瓜 嗯不行 你没有脂质 罚 你卖凉拌的芹菜 没有脂质 罚 你卖猪肉 或者卤猪头肉 没有脂质 罚 总之就是罚 千方百计 绞尽脑汁 找罚你的理由 罚什么呢 罚钱 钱 money 是个好东西 人人都喜欢 没有钱 是万万不能的 我们都喜欢钱 所谓老祖宗的教导 叫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爱钱没错 你自己努力去挣就对了 如果凭自己努力挣到了钱 没有人敢说你什么 当然你要交税 大家都觉得你这个人有本事 可如果是靠这种罚 磨 全力寻足来捞钱 这个有人说 是不是有点太不要脸 有意思的是 媒体的报道 这包主铺卖 豆腐脑 特别强调了 豆腐脑 是咸的 而不是甜的 可能 监管部门的那些人 不喜欢咸的豆腐脑 所以才想办法 罚他一发 从法律角度看 超范为经营 的确违法 可是一上来 没头没脑 就没收所谓违法所得 还要罚款 一万五千元 这量刑标准 太重 小小的包子铺 一天的营业额 恐怕都没有 办法占到一万元 一万五千元 这不是一笔小的数字 何况现在的经济的下行 消费者信心不足 经济 实体经济很不好做 你这样的直华 这样的华末 对一些小的包子铺垫来想 那简直就是 磨顶之灾 仅仅卖个豆腐脑 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吗 但是有人说 食品安全大一天呢 有这个必要 但想想 曾经发生了 这高校的鼠头压脑 这个事到底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核酸造假 你们又有什么说法 没有 好了 机场 卖快餐 你罚不罚 而且还卖的贼贵 刀铁 卖盒饭 你为什么不罚 加油站卖白酒 卖矿卷水 卖方便面 卖卫生纸 你罚还是不罚 如果你按照你这个华末的逻辑 榨油条 卖豆浆 违法 卖面条的煮饺子 违法 卖羽龙壶 还卖保卵裤 违法 卖西壶 还配皮带领带 违法 你怎么罚 也罚不够 你的财源滚滚 真是达山江啊 如果按照这个力度 其实你们的监管 划目还可更精细一点 比如 卖包子的 你不准卖馒头 卖肉包子的 你就不能不准卖菜包子 卖豆腐包子的 你就不能卖豆沙包子 总而言之 分门别类个细道 想罚就罚 想划啥就罚啥 总之一句话 严惩不待 只要我觉得你违法 那不知道 那些所谓的执法人员 你在家吃饭 为什么还要吃菜呢 有这么一个感慨 为了捞钱 有的人真的不惜 把灵魂道德 装在裤裆子里面 汇阴处 五烂发臭 也无所谓 这类的新闻 其实还真的不少 浙江台州 有一个大叔 在家里杀了一头猪 在给亲戚朋友 分食之后 还有一点剩余 把剩下的15斤的猪肉 拿到村子里卖 最终卖了700块 这位大叔 怎么也没想到 就是15斤猪肉 差点让他倾家担产 执法人员 文讯赶来 以违反生猪独宰 管理条例为由 罚款 五万元 这位大叔是个残疾人 家庭经济很困难 就靠一条猪 给自己留一点油荤 执法人员 就是铁面无私 丝毫不浪布 直到当地政府司法局 介入条件 罚款的勉强 少了一个零 花了五千 吉林的苏兰县 有个农民将田牟 因为卖了一斤两两的猪肉 收入三十元 被罚款十万元 胡建敏侯 一位老人家卖 农产超标的芹菜 获利十四元 被罚十万元 老人家实在没有钱 当地世间部门决定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结果法院给出的回答是 处理击重 不准予以强制 幸好法院还有一点良心 这些案例忽然都多了起来 处罚是合法 我们立法太过滥伤 但是不合情 我们都是普通人 或多或少会内心深处 有个朴素的情感 所戳中 我们都是底层苦熬日子的人 都有过辛苦面对生活 但还想坚持下去的希望 但这些收入极其微小 处罚极其之大的结果 就像个超乎想象 突然加注的富蕾 随时可以压垮一个 挣扎求存努力生活的人 把话说回来 如果你真的是按规矩办事 你也很难让人信服 对那些农民和底层群众 动不动就罚款几千几万 乃至上十万 你们对当初那些核酸造假的人 他们一开始愣是连屁 也没放一个 到现在也没有听到 他们放一声响屁的声音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所以这些东西 我忘记了 为什么 我忘记了 伽子